礼拜六副总统参选人电视辩论会即将要登场了 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林瑞雄 昨天晚间参加了国大代表联谊参会 对于电视辩论 他表示在未来几天会以轻松的心情好好的准备 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被电磁波攻击 他说最近电磁波已经减少很多 他也回绝有人要送给他的防护装备 主席动赛 林涟长动赛 亲生国大代表联谊参会 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林瑞雄周六 就要参加电视辩论会 声称自己深受电磁波困扰的他 这次不担心被干扰表现 我相信这个时候大概比较少了吧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这无形中可能还很多 不过最早我已经脱离对围城的前面餐厅 已经脱离了 所以大概不至于吧 一问到电磁波话题 林瑞雄本人不在意 到时身旁的议员们急了 有委员说想要送您防护衣这个布 不必啦 因为我这个是住外面专家那些防护衣 对我来讲 谢谢 就怕电磁波话题转移焦点 周六就要登场的电视辩论 林瑞雄说自己这两天会以放松的心情好好准备 至于先前被诟病的双重国籍问题 也已经确定解决 我11月22日中午拿到 在AIT真的拿到 美国国务院花给我的 已经换取国际的证明 这个问题顺利过关 身为公卫大佬的林瑞雄 没透露电视辩论的主轴为何 只说自己兵来将党 水来吐烟 名副其实的老神在在 中天新闻防疫群台的报道 中天新闻防疫群台的报道